hello大家好我是大鱼 今天这期内容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 我们直接在车内就开启了正片的内容 那我现在驾驶的这台车呢 是来自路特斯的Emaia R家版车型 它的售价是96.8 但是呢这台车它选装了非常多的东西 包括奥坎特尔的内饰套件 还有流媒体的外后视镜 包括后排是一个四座行政版的布局 那落地的话大概也就一百多万了吧 那这台车也是我今年2024年 第一台驾驶着它要走上318国道的一台电动车型 也是走在这条国道上我开过最贵的一台车型了 那之前呢我们在赛家店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台车的外观和内饰的细节了 所以这次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动态体验上 那这台车呢是搭载了前后双电机 最大马力达到了918匹985牛米 相当的恐怖了 你光听这个参数就不觉得这台车开起来会没劲 同时呢这台车它还是标配了空气悬架的 它可以根据你的驾驶模式来自动调节它的高低 然后呢它还有这种智能的防侧倾系统 这样的话在你跑山的过程中 高速批弯的过程中 它也是能够保证你减少车辆的侧倾 能让你更有信心的去批弯 这是一款运动车型最智能的一个配置了 那这次呢我的行程是从四川的雅安市出发 然后呢前往卢定市 在卢定的服务区做一个短暂的修整之后 直接转弯往南去往牛背山 那全程啊我们要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长 那全程可以说是有点枯燥了 但是啊我开的可是一台路特斯 即便是在这样的国道上开 限速100的情况下 我都不觉得这车开起来很无聊 牛背山我是没有去过 听说那个地方呢 它最高海拔达到了3600多米 然后呢可能会出现高反的现象 我们可以到那去看一个风景 那如果出现高反的话 一定要做好这个紧急措施 车里一定要备好氧气罐 这台车是准备了三个 然后我跟我们车厂两个人 最好不要出现这种现象 但是啊有一双一 这个车它选装了流媒体外holding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功能的 首先就是它还是和肉眼 直接看到玻璃反过这个画面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延迟 但是这个延迟控制已经非常低了 但是呢就是当你看惯了 玻璃反射的画面之后 在看这个电子屏幕的时候 确实有点不适应 同时呢如果你不适应了之后呢 你会频繁的老老外看 因为外边是那个镜片嘛 但是现在是个摄像头 你只能低头 或者往那个地方看 所以整体来说 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 全程都是在山中间的道路上来行驶 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大家看看这个风景啊 是不是非常的秀丽 同时呢我们在山路中行驶啊 很多隧道 只不过遗憾的是我们这次啊 没有选择那台手动挡的emiro 毕竟是要跑山 我已经四五年没有开过手动挡了 虽然是CED的本 但是为了安全考虑 我们还是这次放弃手动挡 等以后有机会 我们在北京 我一定借那台手动挡的车 给大家拍一期 那这次呢我们是体验路特斯全系车型 当然除了那台最贵的超宝 那我上午时段呢 开的是这台Emaia的R加版车型 下午呢我们就换到那台 Eletra R加的那台SUV车型 那台车再进行一个体验 那首先呢我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再来说一下这台车 那前面呢我们提到了这台车 它的动力系统918匹985牛米 那全程超车没有任何的压力 即便是我们已经开到了100 然后再往120的速度再加速超车 这台车依旧能给到你非常强劲的信心 那同时呢空气全家不仅保证了 整车的舒适性 而且它的滤震性也非常的优秀 同时呢这种智能的防侧倾控制系统 也可以帮助你保证这台车 它在过弯的时候车身减少侧倾 这样能够让你在过弯的时候 也更加的有信心 所以整体说这台车开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另外一点除了开起来有意思之外 它的车机系统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虽然车辆呢内部呢 是只有一个15.1英寸的中控大屏 但是它是内置了两颗8155车机芯片 完全可以保证在近五年内吧 它的智能化系统都能处于一个智能化领先的水平 同时呢附加那边还有一个12.6英寸的窄边框显示屏 那那个显示屏呢 它只能看到一些车辆的信息 包括当你在听歌的时候 它也能够显示歌词 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呢 刚才工程车小伙伴讲述了一下 他们设计的这个心路历程啊 那毕竟主驾和副驾是坐在同一辆车上的 那不能光让我感受到驾驶的乐趣 而副驾还在享受在它的娱乐世界中吧 所以能够给你一个显示屏 让你看到一些车辆的信息 包括歌词 这就是一个能够让副驾和主驾 保证在同一个世界中的一个设计思路 我觉得这样设计确实非常有意思 那还有一点就是这台Emaia的R加版车型 它是打破了这赛最快圈速的电动车型 也是这赛跑得最快的一台四门版轿车 那它的圈速呢是1分35秒728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同时呢这台车它的零百加速 可以做到2.78秒 也是非常狂暴了 但是的但是就是这台车 它后排竟然选装了一个四座版本 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行政级一样的轿车 那就相当于是我开了一个非常快的跑车 然后呢它竟然是一个类似于行政级的座舱 这个感觉确实非同一般啊 那既然车内是类似于一款行政级的轿车 那它的配置确实非常的丰富 前排的座椅是支持通风加热以及按摩功能 那后排的座椅也可以支持通风加热功能 也可以支持电动调节 同时选装了四座版之后呢 它中间还有一个屏幕可以控制很多的功能 同时你也可以在后排选装座椅按摩功能 也可以保证后排乘客的一个更舒适的体验 那另外一点这台车还选装了23个扬声器的KV音响 那能够保证你在行驶的过程中 能够有一个好的听觉上的享受 其次啊这台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 就是它搭载了一个十分区的智能全景莲花型天幕 这是什么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这个硕大的全眼天窗 是一个背光可调的天幕 你也可以通过中文屏来选择需要遮蔽哪个地方 打开哪个地方 你也可以选择只打开后排让它看到天空 你也可以选择打开前排让前排的乘客看到天空 非常的智能很有意思 最后一点呢就是这台车是搭载了四颗激光雷达 可以支持高阶的辅助驾驶功能 那么激光雷达还是很有意思的 前后各一颗 车身两旁各有一颗 而车身两旁的这个呢 它正常情况下 平时你不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 它是隐藏制的 只有当你在打开到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 它才会伸出来 并且这个激光雷达还是搭载了一个可清洗的喷头的 你也可以让这个中文屏内 把它进行一个自动的清理功能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那么说着说着 咱们就要到这次长途驾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就是炉定桥 我们将路过炉定桥 并走上牛背山 要经历58道弯 那才是体验到这台车真正驾驶乐趣的部分了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著名的58道连环弯的这个道路上 我们就要继续往山上走 一直到牛背山景区的停车场 然后呢 现在我就要把驾驶模式切换到运动版 然后呢 这台车它的驾驶模式切换非常有意思 是在发行盘后边有两个波片 右侧的这个波片是切换驾驶模式的 而左侧这个波片呢 是切换动能回收的大小 然后现在我把动能回收减少一点 然后切换到运动模式 真正开启 跑山的这个感觉 另外一点啊 这台车它全车有多处风道 主要就是能够让它增加下压力 控制风就能提升它的加速性能 还有一点就是 这台车是搭载了可调的后尾翼功能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地方的按键来把它开启和关闭 同时当车速达到一定时速的时候 它也可以自动的升价 那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增加这台车的下压力的 毕竟能够做到这赛最快四门的轿车 最快电车 绝对不是浪得去云 肯定有很多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设计的 一听到山路啊 大家可能没觉得会有什么难处 但是我们这个海拔是逐渐递升的 一直到3600米 不仅有连续的弯道 同时你还要逐渐的提升海拔 其实对于驾驶者来说 包括车内的乘坐人来说 都是一种考验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连续这个掉头班的山路了 现在的海拔在1600多左右 但是这个路况呢不是特别的好 这种都是大的水泥石板路 大家可以看到选择到运动模式之后 它的整体悬架会稍微有点偏硬 然后会看到整个车 对于路面的反馈振动也给到我很清晰 哎呦真是头一次开电车跑山 而且还是路特斯 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般 而且还是在高海拔的地方 哎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副驾不放屏幕 这种车要什么屏幕 我跟你讲 你只有开上这种车 跑到这条路上 你才能够知道为什么 什么叫乐趣 真的是在这连续弯道里头 开车真的是太爽了 但我就不知道你爽不爽 但至少我是开心的 而且这个转向真的是非常精力 可以说就是我打多少 它就拐多少 再加上这台车 它的动力系统啊 毕竟是纯电 给的非常直接 没有任何的迟滞 就是在出弯的那一瞬间 你给油就直接窜出去 这种感觉 真的是太带劲了 真的是难得有这么一回 开着如此性能的车 跑山 还在318 还在高海拔地区 真的是开着900多匹的四门轿车 在高海拔地区 还跑着山 看着风景秀丽的大山 这个感觉真的是 太烫了 太大惊 真是非常难得 这个字体 那么下午呢 我们将开着那台 Electra R家的车型 从山上下来 那听说啊 那台车 它还有后轮主动转向功能 而且呢 那台车听说 它的驾驶乐趣 一点都不属于 这台Emaya繁华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那台车的感受